政治话题来关心 2020选战进入了倒数阶段 但现在有网友刻意在脸书社团 误导韩国瑜的支持者 要他们在投票当天 在选票上写一个韩字 或者是写着韩国瑜 才能够避免计票的时候 被国家机器给做掉 但其实选票上头 如果你写名字 这张选票根本作废 面对这样的误导留言 韩国瑜办公室的总发言人 王浅秋痛批 这就是假韩粉在误导大家 今天下午前往北市行大报案 呼吁警方要揪出杨慧如门 带着文件到台北市行大 要对在网路上恶意带风向的网友提告 韩国瑜办公室总发言人王浅秋 任无可人火气很大 网军我们看到了这么多 那么杨慧如门到底包括哪些人 是自发性的还是有组织的在发动 当然就等警方调查 这么生气 全是因为这些在脸书社团上的破文留言 天文写下 总统大选除了坚持投韩总 记得要在选票写上韩 计票时才不会被国家机器做掉 便相信选票上不能写字 那是蔡政府骗人的 以及呼吁韩家军注意 唯一支持二号韩国瑜 避免开票作弊 务必要在选票写上名字 假韩粉 叫往到韩粉的社团上去留言 所以就会想要让一些 可能比较不清楚 选物规则的一些选民 会弄错 以为这个讯息是真的 2020选战倒数才刚进行完 总统副总统选举候选人 浩次抽签就爆出 疑似是加韩粉恶意带风向 就担心支持民众 要是真的在选票上写名字 违反了选霸法 会让选票作废 韩正寅豁速提告 不让非法手段影响选情 介绍同林秉州台北采访报道